我後來看到一個解釋 我就完全明白 真是意外 那為什麼這首歌 變成香港呢? 它記錄在香港 哦 原來你在Google或者YouTube 你一搜索Hong Kong National Anthem 它就出現原榮國在香港 湯家驊這個人很厲害 不是無心之失 有犯罪意圖 破壞了煽動法 分裂族國家 勾結外國勢力 播出音樂 變成這樣 都不派國安警察去拘捕那個人出來 拘捕他回香港審 你媽的 雖犯強漢 雖遠必住 逐人去韓國的人回來 找人去 笨蛋賊